我們持續帶來關心民眾黨集結的現場最新動態 可以看到現在時間大概是九點左右 他們活動已經結束了 那麼小草們都非常有資訊的要來移開現場 那麼剛剛其實在最扣壓軸登場的神秘嘉賓的部分 也就是柯文哲夫人陳佩琪 那麼她在台上在發表感言的時候也一度哽咽了 她說了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跟我先生結婚33年多了 我第一次沒有辦法能夠知道 她晚上過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再知道她的近況 那在這個33年來 我常常說她好像是我的第四個小孩 是老小孩一樣 那麼根據主辦方透露今天到場的人潮數字呢 他們說是接近兩萬人左右 那麼就在這個柯文哲的夫人陳佩琪上台的時候 整個現場的持續是來到最高點 那麼陳佩琪也一一解釋了 她說她認為自己的丈夫被積壓是非常不合理的 她說這個積壓的理由有一點提到 當初去搜查柯文哲家中的時候 她一個小時不開門 懷疑她是在獵症 但是陳佩琪說 那個小時是因為柯文哲在洗澡上廁所沒有發現 所以她認為這些積壓理由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以上 香港最新出國 對抗的是一隻司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